小朋友,今天我们要做鱼塌 老师,今天有准备一张这样子的鱼 用泡泡纸捡出来的鱼型的 你们应该会拿到这个 我们今天要做鱼塌 由于我们家里不会有滚筒 这样子 roll的滚筒 所以我们用手牙 今天我们要怎样做这个呢 首先你们要准备的就是 把泡泡纸画好的鱼拿出来 准备一些水彩 还有一张A4纸 你可以让泡泡纸上的鱼彩上不同的颜色 比如说,我喜欢我的鱼是白色的 然后你就开起来,然后彩上白色 你可以跟着我的鱼型彩 可能很等 这边你要彩白色的 那你就彩白色的 这样子 ok,然后我这里以为很喜欢白色的 ok,你们家应该有水彩吧 然后你们就做这个鱼塔出来吧 ok,好了,然后我嘴巴我喜欢白白的 ok,然后身上呢,我想要彩上橙色 如果你们加水彩的话 你们就注意一下那个水的量 不要插了太多,放太多水 这样子你的鱼塔这样子映出来 就会让颜色比较淡一点 要细心要彩哦 每一个洞洞泡泡都要彩到 这样子映出来的时候会比较漂亮 你可以这样爸爸妈妈跟你扶着 不然会飞起来 因为泡泡纸很轻 老师会准备A4纸给你们哦 因为怕你们加你们没有 ok,好,现在我的鱼已经上好颜色了 ok,要均匀每个泡泡都要彩到 ok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一只鱼拿起来 ok ok 放上去你腰的位置 然后呢,压 轻轻的压 每个地方都要挤压到哦 ok ok 这样子尾巴压一下 然后肚子压一下 然后肚子压一下 ok,我已经压好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把它拿起来 当当当 我的鱼塔完成了 可是呢,没有眼睛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过后 拿上其他的颜色 让他有眼睛的 让他有眼睛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你 你就会发现 哪里好像不太有的 你就踩一点下去 然后我可能想要有石头 我就画点石头 看你们的创意 可能你的鱼 要有 要有水草 啊 你就可以画一些下去 还是泡泡 这样我画一些草 也可以像我一样 ok 然后我要画一些 小泡泡 泡泡圆圆圆 你手打圈圈 ok ok,这样子的鱼塔 是不是很漂亮 然后你们也要做 你们的不同的鱼塔 给我看哦 ok,下次见 拜拜